高雄市柴山有一位奉茶的志工 他八年来呢都背着二十公升的水桶上山去服务山友 那么他现在在山上也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 昨天在亲友团的见证之下呢 他就背着这次不是背水咯 不是背什么 他是背着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的另外一半去爬柴山 来一个难忘的登山迎娶 新娘看一下你左左边 嘿 嘿咻嘿咻 新郎背着新娘结婚咯 但是看一下四周围 怎么会是在山上 这种另类的迎娶方式 可不是最新流行 而是小两口要结婚 为了纪念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才有这个登山迎娶 新郎蹲下就爬山位置 双眼直视前方蓄势待发 准备一鼓作气冲山头 预备冲啊 但是怎么那么轻 难道新娘受身有成 诶不对啦 是新娘根本还没坐上去 那这个棒跑什么地方准备了 还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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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这么惊 还没 迎娶的地点是在高雄的柴山 新郎是凤茶队的志工林坤柱 以往都是背水桶上山的她 现在则背着自己的老婆 方婷婷准备要来迎娶 两人在三年前借由爬山认识 所以在柴山完成终身大事 不只浪漫 沿途还有山友献上祝福 非常温馨 从爬山认识到登山迎娶 小阳口在柴山的姻缘 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 中日新闻 蔡仲勋 黄博城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